大家好,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关关 战一把野火芒的爱哭鬼 阵容方面的话,心理杂技前锋玩具伤 这张地图有玩具伤,我觉得就 图夫就很难打 就见过太多次玩具伤 然后一个跳板 不过这个位置的话好像还行 看一下,我像这边的话 跳板还没放 看这跳板怎么放 先放,然后这边的话树已经拔掉 所以没有火 一个跳板,但这个跳板它上不了 强势的交互点,可能会被爱哭鬼压住 那这样的话其实还行 抓个玩具伤我觉得还真还不错 因为它这第一块跳板 它不能上二楼,对于爱哭鬼来讲 我就可以抓你的 一个拉火加速,这是一个目前胜率 87.5%的爱哭鬼 所以这把的话 我还是蛮看好的,因为 本来呢,觉得穷者这边好打的原因 是因为有个玩具伤在 但玩具伤这边上来自己被抓起 他的这个点位并不太好的情况下 抓了玩具伤我觉得 囚者不太好打了 一个拉火,这边玩具伤躲掉 可以了 闪现过来 直接带走,我们进度给他玩具伤 板子下掉 爱哭鬼这边闪现过来 野刀好,很舒服 非常的果断 60秒出头的一个祭祷 前锋离得非常的远 前锋撞救 不如不救 卡着救呢 就怕一火一刀 这边的话再捕一棵树 排过来 折个术师 耳鸣已经触发 看一下,看到了前锋了吗 看到了,看到的话这边镜头给到前锋 滑板加速,我压过来拉火 躲掉,好的 火翼震射,打得到椅子 可以了,这波前锋救人的话 算是一个满分救人了 再回声撞一波 给到玩具伤 玩具伤这边能不能放个跳板上二楼啊 这个距离有点远嘛 这能跳到 他得是直接跳上二楼 我觉得可以啊 这边跳好像距离拉得不是特别开啊 跟上来 直接一刀带走 前锋 这个距离过来 撞嘛 你说要不要撞呢 好像能撞 但是撞有风险 他并不是那种就是 艾库诶 那牵人时间段 前锋就有机会撞的 那种撞的话我觉得机会更大一点 那人已经牵起来了 艾库这边方线已经调过来看到你前锋了 那说不你过来直接打你刀再追你刀 人没了怎么办呢 呃 卖可以再救也行 看吧 我觉得可能卖了会更好 再救的话 这边刚才让你无伤救了 我现在还给你这机会 啊 信不信我一刀 给你 看 那个 哎呦 可以啊 再再再再来不撞 哎 没撞到 艾库诶这边往下跳了 这一波的话 前锋是防了一波 因为当时那个位置的话 其实 正常来讲都会防一波前锋的撞的 所以前锋是先拉球 假装我要撞过来 实则 对吧 回旋了一波 但回旋了一波以后呢 他自己跟艾库诶这边的身位拉开 艾库诶这边也没来管你 往下来怎么跳 前锋就撞不到了 确实当时那边安空只要往下跳 前锋就撞不到了 你不可能说对吧 再再球拉回去 拉到拉下楼梯 然后再绕过去 这边的话过来秒前锋 我们来算一下最后的秒级差多少 最后的秒级的话 差了百分之九十几 是一台新机子 我的话 镜头给到前锋 拉火躲掉 这边前锋一锋小球 但应该是还是要吃一刀 吃一刀以后闪现CD好了 这里 其实不管这前锋抓心理 我觉得也可以 抓心理也可以 没闪过去 这要出 也不会出事了 他应该还能够再拖出一个传送的 有传送开分站 前锋这边的话再翻箱子 待会儿看翻什么东西 一火拉中 可以 心理学家位置上面来讲 似乎进不了下一个交互点了 一刀倒地 好的 前锋这边又摸出半个球 这把的前锋 你真是真的打得蛮不错的 摸了个球 滑板加速 前锋不太好 撞杂机这边的机子45% 爱库这边的话 似乎是看到这边满级抖动 选择把人挂过来 压住这边满级 这一局的话爱库稳赢了 这台机子压住 稳赢版 他只要守机子 稳赢版 漂亮 拉火 nice 两个半选的人 他只要守这台机子 我觉得就是稳赢版 这里杂机不知道手里有没有薄命 有薄命也不行 那时候双弹杂机没薄命 没薄命 那就更没说法了 前锋这边 就穷者来打 能不能打的 能打 甚至能把这个心理牙救了 拉开 但是因为机子被压住 这个局 打一刀 打进这边过来 救的话 似乎仍要过半 过半以后 打进这一刀 倒进心里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局 爱库鬼后面 他的一个大局关 清晰 没有给到穷者任何的机会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就结束了 也是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